说到这儿呢,必须要改,你说的一个概念 说你贴一张交的,你到底是欧啊,你还是贴 是吧,网上也有人,啊,网上也有人说我的时候,批课我的时候,也谈过这个问题 而你贴一张说是交欧,其实你就是贴的贴 你要交欧的话,你得把欧阳荀的字拿来之后,你搁这儿来叫 哎,T的理论很贵,是不是啊,你天使记要叫欧吗,文竹记要学欧吗 你要他拿来欧阳荀的字,带人家里来叫 这话里面没有说的错,这逻辑上说的也非常对 但是,我跟他不同的意见是,你这个事儿没法操作 你理论上对,事儿没法做 事儿怎么叫没法做呢 我说你不能,我把欧阳荀的字放大了,呼印了,贴到这儿来 我在这儿给大家讲 这个字儿啊,说一千道一半,这是要写的 你挖嘴说不行,你得写 是不是啊,不要听说的话,你用不着看天章来说 还说上去干嘛,那大字儿都比眼前摆着,就让我说 你看得比我说得要清楚多,你回家里看你 那你上这儿来干嘛呢,是听我来说吗,是听我来说 那就是人质之间,怎么说呢 你也可以说天章写的是欧,你也可以说天章写的不是欧 我一写,你肯定有一个朋友说,不对啊,你写的不对啊 你看看欧阳荀给你写的一样,不一样啊,你那一横一点一点,不对 欧阳荀不是这么写的 你看人家欧阳荀在这儿,坏了,你给我桃子上的 我说我写的是,你说写的不是 咱们说,你是来学习来的,咱来搞个演套班的 是不是啊,我没法操作 你要非要给我台湾说,你一天上写的就不像欧阳荀 我也没有理由说你,非要说你说,我写的就是不像 没法说,你说不像,我说像,也不行 换句话,我自己也不觉得不像 我真觉得我自己写的不像 这是客观认为自己写的,就是不像 主义无关上,我确实想跟他像 我确实想跟他一模一样 可我真是没见到他 写了六十年了,我今年七岁六十二 明年我想礼拜一个天章 从一六十周年,我从三岁开始写 写了这么多年了,如果就想写我天章 我费这么大劲章了,写了个歌都写完了 我自己怎么写不行啊,不是我天章 我这边写,不是我天章,还是别人 可我不是想写欧要写的东西 他怎么着他也写不像 我实际的,玩意的,想让他一像 他就像回头 他就像回头 没有华了,你要说你不像 那你讲的就是,不是欧 你这么说也论 那怎么办呢 那我说,咱们就别写欧了 以后咱就登广告 就是天章教天章教天章 教天章教天章的采竖 你要学就给他学了 我这么说行不行啊 也肯定很多朋友也愿意来 跑过场,肯定也愿意来 可是我良心过不去 为什么呢 我心里我觉得愧对于欧阳徐老先生 说你天章在想,你这都是个东西 欧阳徐肯定会这么说 你明明他学的我 他比说教你天才 欧阳徐肯定会吧 他在天之间的准备吧 你明明他学的我的东西 所以就跟其他人说你 说学你 好像你这个词是你创出来的 是吗 你这个词不是你创出来的 那是我欧阳徐肯定会 怎么是你天章创出来的 是不是 这个道理就让我说 那我怎么说呢 我没有华子 我只是好打着 学我跟欧阳徐老虎先的东西 你们来学我 你认头 那三个人 你不认头 对不起 在现在就可以退学了 你就没错了 你让我怎么办 没法子 网上飞着梯子来 你天章就是 不是东西啊 你打着欧阳徐肯定会 你让学欧 你其实写你 你应该把欧阳徐的字拿来 帮大家去写 这就麻烦了 我说你写 我要去写不像 那好吧 你说我写不像 你天章过来写 我写也不像 那你教我 都写不像 你来教我 那我就没法教你 所以我刚才说了 理论上说得通 技法上 实际上在技术上 没法操作 这都是那些个 在这做着没有事儿 脑子听呼一响 才感觉这个 这个逻辑上说得通 他来说我这事儿 可你来打这 你来教 你来教 你说了 你天章大字 你别说要是要 我自己学几天 我自己编不出一种词来 我说你是话 你大字 你自己天章 你也别写欧元赵 有苏黄比赛 是不是 是个中章西线 你别写 你就写你自己的东西 我编不出来 我没那么大字 你说我自己天章 我编出一个词 再让大家来学 我真没有大字 也许人家欧元赵 有苏黄比赛 能编出来 他换句话说 欧元赵的苏黄比赛 也都是学王帝针那儿学来的 他们也都是王帝针的学者 只是他们写的也不像 写的好 人家就承认了 人家就承认了 人家是巴大家 欧元赵的苏黄比赛 人家承认了 你天章写的也不像 就是你写的也不好 没法 还不能成为一体 那就是天章的凯书 人家就是说 你叫准确一点 也不能说你写的欧 也别说你写严 你天章写的字 你天章写的凯书 你天章写的行书 你天章写的草书 也就是说 这是这么个概念 所以呢 有必要在这个场上跟大家呢 把这儿带来声明 首先说 我写的不像欧阳书 但是我本意上呢 还是要想着交欧阳书 道理很简单 你天章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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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天章写的 不是你自己创出来的 那真不是创出来的 那是长期欧阳书 你学的学气 就学成了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这么一个结果 你说他好 那你认为他好 你说他不好 也符合实际 那确实也是不好 怎么办呢 你既然很多 书友也好 你分线跟我在一块 研一研个书法 咱就举办什么一次 所谓的面授班的 这么一个形式 咱们得大家一块聚会一下 来商讨一下 来商讨一下 欧阳书 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怎么写的 还有那话 我也不能拿欧阳书的字来 发给大家 哎呦 我拿欧阳书字发给大家 吃饱撑的 满大街的 卖的都是欧阳书的字 我买的字 不定你发的钱 这是你位置放大一点 我也不能放大 你今天放大了多好了 用着你天上吧 那肯定是 我只有给你那些 你身上花钱买不了的东西 那就是我写的东西 是不是 哎 我写东西付给大家 给大家 以此我这个 做一个桥梁 做一个变小石 就是咱们一块儿 步入到欧阳巡老先生 他的艺术殿堂里去 我只是给起到这个踏板和跳板这个座 你觉得是个电脚石 你就垫一下 你觉得不是电脚石 你就一步 帮过去 我是乐得这样 哎 一刹一刹进了欧阳巡 我就开始给你吃 哎你不要说我吃啊 我就开始给你做 所以我这写到欧阳巡老师 我就拜你为师 我拜你跟亲爹都行 你哪怕师父比我小都小 我都热透 是不是 不是说什么气话 我真想找一个 你写欧阳巡 你我写的好的人 我真想见交一下认识的人 为什么 欧阳巡的很多东西 我也搞清楚 因为我看见欧阳巡的楷书 都是悲买 就是悲客的 他的过程东西我也没太多 更没看过欧阳巡的视频啊 录像啊 这东西我也没看过 那没别的法子 我只好 摸着 看欧阳巡那几块的吃飞 在这去去学 看看前辈们怎么教的 我怎么继承 我怎么去学的 别只是这样 没别的法子 你让我为什么跑 法子我也没有 我有很多也不理论他 我未成老先生 他们也不理论 也都在揣测 也都在哪里自己猜疑 我也是猜疑 也是在这反思 没有法子 只能推在 曹阳巡大概是在这儿 可一再也不断的在否定自己 写的写是我自己否定 不对 我前几年的写法不对 比如说吧 写到了树高 贵比探风 是吧 大家看我网上 视频等很多东西 很多人学的写法是学了我这个写法 下笔来之后 往旁边一靠 然后一下来 一跪地这边上 是吧 我现在改了 哎 怎么呢 我觉得这时候还不太可学 这样下来 就往旁边一靠 没必要 拉下来之后 把笔往旁边一收 一收 收出个笔尖出来 一收收到笔尖 一个笔尖 这么一条 就上去行 用不着往旁边靠 我也在不断的进步 我也在不断的完善自己 我也在不断的否定自己 否定之否定 我现在也不是否定我多少回 我一 你一再就要否定我自己 是吧 我呢就是 在这个场上下 把我自己 学习欧阳俊的心得 欧阳俊的心得 告诉给大家 希望对你们学习有好处 有帮助 也希望你们能够客观的 变定的去看待我的东西